就在昨天由美國領導的第二屆全球民主峰會在網上召開 共有120位國家元首、官員、民主團體及科技公司參加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亦發表了講話表示民主國家受到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節 此外拜登也宣布將撥款6.9億美元於世界各地 用以支持獨立媒體打擊腐敗促進人權以及捍衛自由和公正的選舉 另外也有美國官員透露 美國已經與其他10個國家達成協議 防止監視技術被用來破壞民主 今年美國還邀請了四個國家成為共同的東道國 當中包括荷蘭、韓國、哥斯達尼加以及讚比亞 今次民主峰會的第一天採用網上形式 隨後將會在每個東道國舉行聚會 屆時將會有來自政府、民間社會及私營部門的代表參加會議 這就是產真相的嘛